但您關心俄烏戰況 烏克蘭南部的重要港式馬力波 已經被俄軍給包圍 有一座被當成避難所的戲院 是遭到轟炸 傷亡不明 而在北部城市切爾尼哥夫 則有民眾是排隊買麵包 卻無辜遭到槍殺 食人喪命 美國總統拜登是首度指稱 俄羅斯總統普廷是戰犯 俄方對此憤怒 表示這種言論不可接受 不可原諒 這一段烏克蘭電視畫面 顯示北部城市切爾尼哥夫 有平民死亡倒地 報導指出 這些人當時在排隊買麵包 遭俄軍射殺 美國駐基輔大使館 在推特及臉書貼文 俄軍在這裡槍擊十位 排隊買麵包的人 沒有附上證據 路透社也無法確認真實性 開戰以來否認以平民 為攻擊目標的俄方 沒有立刻對此回應 南部重要港是馬力波 這所醫院擠滿病人 原本專責炮彈傷病救治 現在成為急救中心 產富病房 以及已經爆滿的太平間 馬力波已經被俄軍包圍 三十萬人受困在煤水 煤電沒有天然氣之中 副市長奧羅夫告訴英國 廣播公司BBC 俄軍攻擊該是一座 轉乘避難所的劇院 傷亡不明 但裡面大約有 一千到一千兩百人 當天烏克蘭總統捷林斯基 與國際刑事法庭對話 以及對美國國會 兩院發表視訊演說 再次呼籲設立進行區 對俄羅斯實施更多制裁 美國總統拜登沒有承諾 設立進行區 宣布提供8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當天也首度說出 認為俄羅斯總統普廷是戰犯 克里姆林公對此憤怒 表示拜登的言論 不可接受 也不可原諒 公視新聞黃韻玲編譯